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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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什么了不起 谁知话音刚落 来阳城四周枪声大作 有人慌张跑过来报告说 许是有开始工程了 众人马上乱起来了 胡义玉拔出手枪 朝天放了一枪 大声对报告的人骂道 许是有骚扰我 你也来广报军情 快给我滚 来人夺门而逃时 有一人跟他擦肩进来 又报告说 许是有工程了 胡义玉这才相信情报是真的 立即下令守城开战 许是有派出的工程部队 是成冤了七纵 七纵开始打得十分顺手 一夜之间打到了城下 九日 攻进了城内 与敌人展开了巷战 胡义玉抵挡不住 站至晚上 率领一千多人钻进了防御核心据点 城皇庙 赋予完抗 城军派第二十师主攻 打了一夜 没有打下 自己损失惨重 一个师打残 接着 再让第二十一师上 又损失惨重 这个师也被打残 第二十一师比第二十师好一些的话 就是一颗炮弹打进了胡义玉的指挥部 炸伤了他的右脚 九攻不下 敌八个旅的援军 整集集赶过来了 许是有不快速拿下来扬城 就可能被敌人重兵围住 前后夹击了 中央军委来电 如无把握 应及早放弃 伪坚该敌 以其掌握机动兵力 打击来源之敌 许是有九攻不下 两个师几乎报销 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祸 此刻一拳砸在桌上 红着眼睛说 我老许从红军打到今天 这种窝囊仗啥时候打过 这时 在一旁的谭振林建议说 换一个部队试试 他一句话提醒了许是有 七纵擅长打主机 搭进攻不是他们的长处 于是 许是有和谭振林商量 决定由第十三纵三十七师上 第三十七师曾经担任过来阳城的警卫 比其他部队更熟悉城内地形 更重要的是 师长高瑞是个善打应张的干部 又有咬牙干部之称 他接到电话 跑到兵团司令部 进了个军里 就大声地问 报告首长 叫我来是有任务吗 其实有严肃地说 要你大成黄庙 能不能攻下来 能 高瑞大声回答 转身就要走 许是有和住的 再一次问他 我要的是速战速决 要明天攻下城黄庙 你有问题吗 高瑞还是回答 没有 高瑞领了任务回去后 立即召开干部会议 分析敌情 制定进攻方案 可是 当晚 三十七师打了一夜 城黄庙仍在胡义玉手中 十三日上午 局势有右盘十三栋司令员周志坚 亲自到现场指挥 周志坚举着望远镜 观察了整整一个下午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当晚 他指挥大炮轰了两个小时 炸得城黄庙内外一片火海 接着 他下令 赶死队端着刺刀上 赶死队冒着弹雨 向城黄庙冲去 战斗还是打得十分艰苦 天快亮时 枪声剑输 经过一夜战斗 三十七师终于冲进了城黄庙 坚敌一千一百余人 结束了战斗 不料打扫战场时 守将胡义玉就像长翅膀飞走了似的 怎么搜也不见踪影 许是有下令 一定要抓到胡义玉 可是 高瑞派人审问俘虏 才知胡义玉在半夜十分眼看撑不住了 带着十个亲信钻底刀 逃出城黄庙 跑了 胡义玉逃出后 虽然全军覆灭 但还是由团长升为了少将旅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